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些题目 这些题目是考考大家记不记得的identities 90度减角接收什么 做了一些Proof 此不宜之就直接开始了 第一个部分就是cos90度减 如果大家熟悉就会知道 是Sign Theta 后面照抄 这个也是自抄 然后Sign 90度减 Sign 90度减 大家记得是cospheta 做到这一步 我想大部分同学们应该没太大问题 只要记得熟就应该没太大意外出现 但是到下一步 很多同学们就会犯了 实际上当我们有两个分数做加减的话 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现在的分母一样 很多同学们都会觉得分母当然不一样 一个减一个加一 但问题就是分母不一样 我们要怎么做 很多同学们都会觉得 是不是整个负给他 整个负给他 整个负给他就会变成负一 就是一样 但否则是不行的 当你整个负给他 分母就变成负cospheta-1 就是和cospheta-1都是争取正负的 其实是不能够用正负去处理这个问题的 其实是太过通负母 但是同学们通负母OK 就是说前面的分数成cospheta-1 后面的分数成cospheta-1 就是通负母 但是做完这些题目 在做之前一定要有原意先做的 先抽个compheta 抽到compheta之后 你剩下的部分会简单很多的 会容易化很多的 否则是三次方四次方 其实就很辛苦的 所以我们先开始抽个compheta 如果大家分子都有psifeta 亦都有psifeta 所以我们就来了 psifeta-psifeta 这里就变成cospheta-1 然后这里就是cospheta加1 OK 做完这些题目之后 先做通负母 OK 那通负母我想大家和我儿子 应该不是很大问题的 OK 前面那个部分要裹一个cospheta加1 后面那个部分就要裹一个cospheta-1 然后到坟母了 坟母大家留意到 其实是a加b乘a-b 知道吗 那a加b乘a-b是什么 是a二次减b二次 所以其实这个是cospheta-1 那么分子上也画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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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 应该是2cospheta来的 那既然2cospheta合并坏它 分子 我们先处理分子 分子应该是2 sine sine是单钉的 cos就两个 应该是这样 然后到坟母了 坟母不知道大家背这个位置 是否熟不熟 那我们有一条式 就是cos2次加cos2次就是1 所以1减cos2次 其实是sine2次 但今次cos2次减1 所以这个会出 就是2cos2次 就是2cospheta 就是2cospheta 这个就是2cospheta 这个就是2cospheta的结论 cos2次 这个就是2cospheta的答案 然后到右手指 右手指 就是-2tangent 9-10度-pheta 比较短一点 所以我先写在右手边 OK 首先-2 tangent 9-10度-0 我相信大家都记得了 就是1 over tangent 因为自为cospheta tangent是什么 tangent是cos除si 说出来了 tangent是si除cos 但因为1 over tangent 分子分子分子没有颠度 所以它是cos除si cos除2 所以合并在一起 就是-2cos2次 psi OK いただ红 呢 我说在左边 在左邊畫一個直角三圍給自己 對邊是4,輪邊是3 不是定理應該很輕鬆計算是5 所以我們的expression 由於它是-2cos2次 over sin -2cos就是3 over 5 而sin就是4 over 5 這條題目就這麼簡單順利地完成了